观众朋友早上好 欢迎收看财经早报 我是千锐 今天是8月24号星期四 美股期货盘前涨跌不一 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指期货领涨 投资者继续消化英伟达火爆的业绩 几周后美联储即将再次召开会议 以决定下一步的利率行动 市场聚焦美联储主席鲍威尔 在周五会议上的讲话 认为这场讲话可能会给美联储的 控制通胀工作提供一些指引 虽然美国的通胀一直在降温 但尚未恢复到2%的目标 目前期货交易员预计 9月美联储可能会暂停加息 但加期周期是否会停止还不清晰 目前11月份加息25个基点的可能性为35% 国际油价反弹 美国WTI原油期货价格徘徊在每桶79美元 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升至每桶83.47美元 在岸人民币周四收报7.2777对亿美元 比前一交易日收市价上升了146个点 有交易员表示北京当局有意避免人民币跌穿7.3 除非美元指数大幅上升 由于大陆经济复苏短期内预计难有改善 中美利差仍然比较大 人民币反弹面临着困难 早上8点半 美国公布8月19号当周首次申请失业救济人数为23万人 低于预期的24万人 比较前一周的23.9万人也有所下降 美国8月12号当周继续申请失业救济人数也下降到了170.2万人 反映美国就业市场持续强劲 来看今天美股开盘指数 今天早上美股三大指数涨跌不一 标普500指数盘出上涨0.43% 道指下跌了0.1% 纳指上涨了0.83% 来看各股消息 英卫达已经是今年以来标普500指数中表现最好的成分股 在周三发布财报后这只股票盘后上涨了7.5% 市值增加了约870亿美元 公司表示第二财季收入增长一倍多 达到约135亿美元 远远超过分析师的预测值 更让人关注的是 英卫达表示目前财季收入将达到160亿美元左右 比预期高出35亿美元 英卫达第二财季净利润为61.9亿美元 也超过了预期 英卫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 在周三的分析师电话会议上表示 全球拥有价值约1万亿美元的数据中心 正在转向加速计算和生成式AI 根据纽约研究公司Third Bridge Group的分析 英卫达目前在全球AI芯片销售中 占到约70%左右 Dollar Trade在星期四发布了第二季度的财报 资料显示公司营收和美股收益都高于分析师的预期 公司美股收益为0.91美元 而分析师预期的是0.87美元 但公司公布的第三季度利润指引低于市场的预期 股价盘前下跌了约10% 今年以来Dollar Trade的股价累计起来基本上没有涨幅 而同期的纳斯达克100累计上涨了接近39% Netflix7月新增用户数仍然处于高位 较5月开始打击账户共享后 6月份出现的高峰有所回落 此外在7月份有大约为23%的新注册用户 选择了更便宜的广告会员计划 比例创下去年11月推出这个计划以来的最高 反映出用户偏好正在转变 今年以来Netflix股价已经上升了40.6% 今日盘前上升了0.52% 彭博社引述消息人士指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中石化 已经成为撬牌在新加坡武功岛链油厂的潜在竞购方 中石化正寻求进入新加坡市场 彭博社报道称 撬牌与各个意向方谈判处于早期阶段 这家炼油厂可能以象征性的价格进行出售 评级机构惠玉将碧桂园服务评级下调 币加并列入负面观察名单 币币加是属于垃圾级别 惠玉表示 由于碧桂园流动性压力增加 所以它的服务增长 盈利能力和融资渠道 或许会受到负面的影响 两年期美债收益率上升 对银行业的影响有多大呢 我们来看报道 美联储加息 虽然可能为众多的贷款机构带来利润 但加拿大TP Bank警告 借贷成本的持续上涨 可能会给银行业带来新的问题 彭博社引述TP Bank 美国利率策略主管表示 本周两年期美债收益率上升到了5% 这会让许多银行在进入秋季的时候 面临痛苦的交易 本周二 两年期美债收益率升至5.02%以上 是7月初以来的最高水平 两周前则是4.75% 收益率大涨代表银行账面亏损金额很大 即使银行认为未来经济会下行 收益率之后可能是往下走 美联储也有可能会降息 但现金买的两年期债券账面亏损 在近期也会持续加大 银行将面临极大的压力 TD指出 硅谷银行的倒闭在很大程度上 是因为其资产负债表背负着长期债券的负担 新计划又称千人计划 美国指出这是为盗取美国国家技术的计划 在2018年的时候 这项计划面临了FBI的调查 并于2020年一度消失在公众的视线里 日前路透社引述消息指出 根据中共中央地方政策文件 线上招聘广告以及知情人士说法 千人计划正在改名换性 新的替代计划是中共工信部设立的并监督的启明计划 知情人士表示 启明计划正在从科技领域招募人才 其中也包括半导体等敏感机密的领域 与过去千人计划有所不同 启明计划并没有公布获得补助的人选 也没有出现在中央政府的网站上 正好反映出这个计划的敏感性 知情人士还指出 中共当局提供的福利包括购物补助和300万至500万人民币的签约奖金 各级政府推动的人才计划 主要是针对海外的华人以及外籍专家 来看地缘政治方面的消息 中国生产环境恶化 韩国制造商加速撤离 我们来看具体报道 根据韩国Business Career报道 由于中国的生产率下降和劳动成本上升 在成本竞争力的下降的情况下 包括三星重工 普向钢铁在内的多家韩国制造业 正在加速撤离出中国 其中三星重工在中国工厂由三家减至一家 最后的一家也因为长期亏损预计将进行清算 据造船业内人士透露 三星重工位于浙江省宁波市的工厂成立于1995年 目前工厂的制造设施在今年上半年已经完全关闭 包括土地在内的资产出售给了中共当局 预计位于山东城荣城市的三星重工 也是在中国仅存的工厂 最终也面临清算 这间工厂自2020年以来连续三年的亏损 韩国其他制造商也在退出中国 以现在钢铁为例 今年上半年启动了北京和重庆子公司的出售程序 潜在买家也在进行禁止调查 浦向钢铁和东国制钢等钢铁业者也开始从中国撤资 去年浦向钢铁将其位于广东省子公司的50%的股权 出售给了江苏省江音市市政府 东国制钢也将中国子公司90%的股权出售给江音市政府 我们来看一看国际律师行业在中国的现状 在过去几年 中共的疫情封锁措施 加上与美国的紧张关系升级 以及最新的反间谍法 让外国律师事务所在五年内减少了39家 连知名的大型律师事务所也将关闭在上海经营了20年的办事处 美国之音引述 中国司法部数据指 2017年起 在中国注册进行业务的外国律所办事处连续五年逐年减少 2017年有244家 18年这个数字下降到了230家 到今年6月14号 这个数字已经跌到了205家 共计减少了39家 全球收入名列前茅的国际律所 瑞生国际 今年也会关闭在上海开了20年的办事处 把业务和律师转移到北京的办事处 此前英国金融时报指出全球收入第三大的国际律师事务所得同也曾在2015年开始跟中国大城律师事务所合并 但是今年8月起大城已经不再是得同集团的成员了 在四川 英聚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冉同受访时表示 以前外国律所不介意跟中国公司分享一些重要的数据 但是现在中国政府一直在监视他们 他们对中共也有所怀疑 再加上业务量大减 所以就终止合作了 继印度禁止部分稻米出口以及对洋葱出口征收40%的关税后 媒体23号报道说 印度计划再对糖的出口进行下手 全球糖价恐怕一触即发 路透社也说三名政府消息人士说 由于降雨不足导致甘蔗产量下降 印度预计将在10月份开始的第一个季度 禁止糖厂出口食用糖 这是7年来的第一次 印度限制糖的出口恐怕会导致纽约和伦敦的糖价上涨 而这两个市场的糖价均已处于多年的高点 这个消息引发市场对全球食品进一步的通胀的担忧 此前印度宣布禁止部分稻米出口 再加上市场对泰国的稻米生产前景产生担忧 亚洲的稻米价格本月飙升至近15年以来的最高水平 另外印度上周还对洋葱的出口征收40%的关税 印度7月的零售通货膨胀率已经达到了7.44% 为15个月以来的高点 食品的通货膨胀率也升至11.5% 创三年多的最高水平 最后我们再来看一则轻松的消息 美国去年在全国电影日成功推出减价后 今年8月27号星期日 也就是本周日将再次推出优惠 观众当天只需要花4块钱便可以购票入场 目前已有3000家影院响应 包括AMC 富豪等大型院线都已经加入 旗下的影院在任何场次播放的全部电影都是优惠价格 随着疫情远去 今年8月份的电影票房明显升高 这次的电影日推出后 业界相信可在暑假结束前做最后的冲刺 去年的9月3号首次举行了全国电影日 观众以3块钱购票吸引了大约810万人次进场 创下了单日最多人观影的记录 今年的优惠价虽然上涨了1块钱 但电影的选择却比去年更加丰富 包括奥本海默 真人版的电影巴比 还有超级英雄电影 蓝甲虫 赛车游戏改编的GT跑车浪漫旅等等 以上就是今天的财经早报 节目内容不是投资建议 欢迎您点赞订阅分享 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千睿 我们下午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